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1日 今天是星期一 今節真的要說這部電影 因為愛所以革命 這句 電影的名字 標題的出處 其實 我們大家都見過 就是在這個 2019年的 抗爭 裡面 這個 是其中一句口號 就是當時的抗爭者 寫在當時的示威現場 這裡也很感謝這位導演 拍了一部這樣的紀錄片 當然關於時代革命的紀錄片 還有另一部電影就是 《時代革命》 那一部 電影是周冠威導演的作品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本身時代革命 那個電影 很集中在整個 時代革命 參與的每一個人身上 換句話說 我認為 時代革命那部電影 都已經很充實地 很忠實地 反映當時時代革命的情況 也是從 時代革命 作為一場革命的角度 是去做紀錄片 所以也算是相當公穩 如果要比較兩套電影 這一套因為愛 所以革命 也是 時代革命的紀錄片 而裏面 比較著重一點的 是那些 無名的抗爭者 換句話說 在紀錄片裏面 較少 會看到一些知名的人士 出來評論關於那個 時代革命 當時在做的事 他更加 從幾個 所謂素人 無名的抗爭者 又或者是 無名的家長 的角度 去說回 當時的情況 當時的每一個畫面 可以說 全部歷歷在目 其實也很震撼 當然也有一些畫面我們可能也沒有見過 因為雖然絕大多數 2019年 發生的畫面我們也看過 或是在我們面前 發生 但是也會有一些所謂Footage 可能 就是當時有很多人 不方便拿出來 尤其是在理工大學裏面 因為理工大學到最後 拘捕了大量的人 如果當時裏面的影片流出 可能會對於他們的司法程序 就是不利 所以 有一些影片 可能我們到現在 都沒有看過 相同情況也不是在理工 實際上在不同的 示威場合裏面也可能有 不同的影片 基於上述的原因 不能夠公諸於世 我們清楚知道 在香港你是不可能播放這套電影 所以 這次這套電影的導演 顏志昇 Tringle 就是把整套電影拍攝好之後 拿過來英國 然後 在這裏就開始公演 他現在 自己也是一個 爛民的身份 因為他並沒有BNO 他也是用流亡人士的身份 前往了英國 所以我們也可能會再聯絡這位導演 因為他現在 弄完這次首映 應該比較有空 我們可能會再一次聯絡他 跟他做一個訪問 我也看到有其他媒體 為這套電影 為相關導演 做了訪問 今天那個 首映也可以算是相當成功的 因為 這個場地 Genesis Cinema 應該是一個可以容納 700多人的一個 戲院 當中 應該今天是有500多個門票出售了 有500多人在場 如果用 肉眼目測 基本上是全場 接近是爆滿的 500多人坐進去之後 所以今天的首映也可以算得上 相當成功 電影的導演也很刻意地 他就是不邀請任何嘉賓 雖然有很多人都會願意去幫他 因為他 繼續想標榜 時代革命裏面的要素 大家都是蒙面 大家都是普通人 大家都是素人 這件事我們也很欣賞 相關的精神我們一直都在沿用 這套電影我認為都可以跟時代革命 做一個 雙輝影 所以時代革命有很多朋友看過 這套電影 都應該要看 我們也會聯絡我們熟悉的 團體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這位導演 在 不同的戲院繼續 供應這套電影 因為未必每個人都在今天有空 可能會遇到時間 各種原因 就是miss了這個場次 如果他回到 Pinz Trout Cinema 播放這套電影 我相信其實應該 會有更加多香港人 還有就是英國人有機會看到相關電影 裏面的電影內容 相信大家 你我應該很清楚 裏面就是時代革命的內容 我們重溫一次2019年 發生的每一個事項 不過導演的手法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正如他的標題一樣 他 很集中說 那一種 我們是一個前線 的抗爭者 前線抗爭者不是一定要在最前面 穿了 Gear 戴了手套 黑色蒙面 拿著汽油彈 那個才是手足 這個信息真的很重要 每一個有份參與 那一場 運動 有份參與 那一場抗爭 就算你在後排 你是家長 每一個 有份參與這個對抗的人 每一個 大家都是兄弟 大家都是手足 他想說的 他想表達的 內容正正就是這個重點 裏面 訪問了幾位主角 其中有一位 手足 他是南亞裔的 是一個女生 他講 廣東話跟我們講得一樣那麼好 其實他 根本如果他不告訴你 他是南亞裔的人 他沒有中文名字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會聽他說話 你由始至終 根本你會當他是 香港人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我們 不當他是香港人 實際上 香港是有很多這樣的公民的 他可能他的族裔 不是漢人 但是 其實他跟我們大家一樣講廣東話 擁抱我們 相同的價值觀 這個 就是這套電影其中一個 很想表達的元素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會對很多我們素未謀面的人 可能會 那麼關心 那麼愛他們 這個 正正就是時代革命 誕生的一件事 這件事在過去的香港 不是沒有發生 但是規模 是史無前例那麼大 2014年 雨傘運動 可以說是其中一次 往後的社會運動 也是 再去到 2019年 那麼大規模 爆發 這件事 大家香港人 互相守護對方 這個 才是時代革命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關鍵精神 所以看回 裡面的片段影片 看回當時現場大家喊的口號 做的所有事情 對那個在現場的人的關心 關顧 這件事 就是 好像在一個戰場上面 那些戰友 互相 關心對方 互相 照顧對方 視對方的條命 跟自己的條命一樣那麼重要 他在說的那種精神 就是這一種精神 而這件事 我們香港人是真的擁有的 雖然今天 時代革命過了三年 好像 有一些退色 但是不代表 我們有些人不是這樣想的 我們其實很多人 都仍是認為 一定要跟中共對抗到底 其實 今天電影令人 最深刻的一幕就是 有一個鏡頭拍到 這個 在 中聯辦門口示威 將這個黑色 麥彈 扔到國輝那裏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大家 全場 在看電影的人 全場一起拍手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 反抗的意志 如果你說我們要向他低頭 這件事 一定說不通 這個就是香港人 最重要的那件事 所以 到最終其實你除了互相守護之外 你也要有一個 很堅強的反抗意志 今天其實有一點點我起出望外 正當我自己 都覺得 會不會 在英國的香港人 已經真是淡忘了的時候 今天 在戲院裏面 所以有時候你不要說 別人看電影不應該去看 不是你去評論別人應不應該去看電影的 是吧 自覺覺他嘛 你自己也可能會 有些時候的記憶不夠強烈 你去幫自己 等於溫一溫輸 有什麼問題呢 去加強你的記憶 如果你 香港人自己也不看那套電影 你叫那些鬼佬去看 其實是不是更加 講不清道理呀 你自己也不支持自己人 你看了那套電影的手影 又不代表那套電影 外國人就看不到的 為什麼 不可以叫人家 去看關於時代革命的電影呢 這個我真的想不明白 今天令人起出望外的地方就是在於 在電影裏面 我覺得 是喚醒很多在場的觀眾 覺得自己 在示威現場裏面 所以 畫面看到的東西 有時候喊口號 大家可能會一起喊 又或者 一起看到死黑警 一起會說粗口 看到 中共的國輝 被人 林克友 大家會拍手掌 就是因為大家 回到2019年 當時 那個情景 你透過看電影的時候 你能夠 很容易 代入當時的情況 再一次記起 當時大家的團結 所以 看電影不是沒有用的 是絕對有用的 我們也很希望這套電影可以在 英國或者世界各地 繼續播放 因為 這個不是 一個人的事 這個是全香港人的事 這一套也是一套 相當之 能夠反映到時代革命的一套記錄片 其實 所以這套電影也誠意向各位推介 希望無論任何原因 你也盡量想辦法去看一看這套電影 這件事對於我們香港人的身份 香港人的對抗意志 還有我們記起我們那些戰友 被人拘捕了 被困住了 每一件事 都是有幫助的 要讓大家重新記起他們 我一年幾天跟大家說了很多關於營救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我真的想再一次說 你要救人 如果那個人 是有分 那個人 真的是不是你的戰友 如果那個人 真的是我們香港人的戰友 其實 就是應該 盡你最大的努力 去救他們 只要你救他們 那個代價不是大 人命傷亡不是大 救到的人本身 理論上一個軍事行動 是應該會進行的 如果按照軍事行動的邏輯去計算 我們 今節就是簡短一點跟大家回憶 這個就是2019年的時代革命 看完電影也有很多 問題 就是到底 電影裏面的這些 手足 兄弟 到底他們現在安不安全呢 希望大家 真的我們一起 不要忘記 2019年 我們一起 共同奮鬥 就算 基於任何政治路線 你不同意也好 希望大家 都是沒有矛盾的應該 如果以光復香港作為目標 如果你真心相信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希望大家 真的應該 停止 互相供佛 應該一起 研究到底 那個光復的路線圖應該怎麼走下去 這個才是香港人的未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